每当有家庭主妇 在一个舞台上控诉一个男人 对自己的嫌弃的时候 你首先得自信 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家庭主妇 家庭主妇可以做 但并不代表你可以脱离社会 封闭自己 也并不代表你可以不学习 整天坐向气承 也不代表你可以每天旁头垢面 而不导致自己 真正的称职的家庭主妇 是百般无益在身的 懂烹饪 懂理财 同时还懂得家庭的操持和家务 你扪心自问 你是个称职的家庭主妇 你不是 那么你既然不是 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控诉别人 说别人嫌弃自己胖 说别人没有责任 分明是你自己变得不可爱了 你拿什么要求别人来强求的爱 你一直在吃老本 吃当初他对于你的那点感恩 如果那点感恩到最后也化尽了 那你们基本上也就可以离婚了 十个男人说 我老婆不用干活 可以在家里待着 有九个不是真为了女人好 而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虚荣 自己养得起老婆 老婆可以做家庭主妇 对于你来说是件特别有面子的事情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 不是把他搁在那里 用自己的爱把它包裹起来 包裹久了 迟早有一天 他会变成你自己最不喜欢的那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把他搁着 而是要让他像被子一样 时不时地拿出来晒一晒 拍一拍 让他跟你共同地前进 两个人在赛跑的过程当中 你总是说 亲爱的你坐这儿等我 我跑完一圈就回来 咱们一起走 这太容易了 但是如果你要带着他一起跑 不断地去鼓励他 牵引着他 那就比较难 你说呢 各一个女人在家里太容易了 扔几个钱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鼓励他 每天有朝起一样的生活 你不光是要付出钱 你还要付出更多的精力 带他去跑跑步 或者是去旅游 这才是内心真正的光 所以说 对于女生说 你要让自己变得可爱起来 别人才能真正的爱 而对于男生来说 爱一个人 请带着他一起跑 只有两个人齐头并进 共同都焕发生活的色彩 才能够彼此吸引他 就这样 你听懂呗 听明白 你也听懂吧 听懂就行了 老师已经都给你们翻译完了 个人想着个人的努力吧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美 我就觉得我们从认识到谈恋爱 到结婚到现在 想到处你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仍然能够选择跟我在一起 而且家里面那么反对 你都没有任何的这种犹豫 只是我们结婚以后 可能有些事情 确实在我这方面 可能做得不够好 陪你的时间少了一些 然后有时候说话 可能确实让你很伤心嘛 我以后一定会改 我希望我们以后 能够好好地过日子 如果你真能改 多给我一点鼓励 少一点批评 我也会努力地做好 更好的自己 为了我们的宝宝 我再考虑考虑 谢谢你们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请开门 中期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开心点吧 来 谢谢两位 请回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